回到新闻现场来关心高雄中山大学的校园 猕猴随处可见 为了担心猕猴抢食物就有女大生 她竟然拿外送的时候带了空气枪 学生说其实校园内的警卫多半也会有空气枪 但都是定时对空名枪来驱赶猴群 至于学生们随身携带空气枪射猕猴是否触法呢 高雄卫生局表示 这应该算是正当防卫不触法 但有专家认为用BB枪的恐吓恐怕会带来反效果 其实只要把食物换一个包装护在胸前 猴群多半不会主动攻击 女大生神情紧张 小心翼翼靠近外送员 还不识环顾四周 迟迟不敢接过餐点 眼看猴子逼近 他竟然亮出秘密武器一把空气枪 可以看到在中山大学的宿舍旁 其实猴子是随处可见的 而且他们有时候就会直接抢学生的食物吃 就走到路上 从后面有人在抓那个塑胶袋 你看然后就是 就猴子 日前还有学生撞见猴群抱着 凤梨池的津津有味 大学内猴猴枪时随处可见 而自备枪支护时 更让网友直呼不可思议 但校内学生似乎早已见怪不怪 有时候会看到猴子 蹲在宿舍门口 他们会拿BB枪 然后定期的去巡逻 回到特定的几个店 然后会拿BB枪 就是鸣己身 由于柴山原本就是猴群的栖息地 猴猴路过校园 看到香喷喷的美食 就会出手抢夺 甚至还会在宿舍门口灯后 外送员来送餐 只要是新生 他们资料袋里面 一定都会放一个猴猴攻略手册 像食物把它藏在蹄袋里面 抱在胸口 然后往前走 赶快离开那个现场 其实它不会一直 死追着你不放 虽然开枪后时 没有伤害猴猴 又属于正当防卫 无法开罚 但激怒猴群反倒引发反效果 造成危险 其实猴猴多半不会主动攻击 倘若换个方式 就能留住美食 又能和平共处 一举两得 记得天宇环笑志愿 高雄长报导